大雨一直下 雨水不斷往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流去 后方民宅和人行到中间的凹槽处 形成一条黄河 滚滚流水一路往安乐区 维德医院直奔而去 聊起库管水已经淹到小腿肚 院方人员站在门口忧心 全部写在脸上 大雨来不及宣泄 冲进维德医院一楼和地下室 到六点钟水已经 大概淹到我们的一楼 大概有五公分 九点半是最严重的时候 又再淹一次 再淹一次的时候 又是黄沙滚滚的 然后水啊 然后就淹 所幸医院内的病患都在二楼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医院的机械设备损失都不严重 但院方比较担心大雨后的清洁卫生问题 与世间县医院工作人员 赶紧拿起扫具开始扫水 做清洁消毒的工作 为了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医院在外围堆起沙包 但台风还没离开 危机还没解除 院方是否会进行全面疏散 我们这个是永久性的结构 是应该可以和控范范范范之内 非常需要 因为我们节水流在前面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做预防性措施 但是我很担心我们山后面 有一些水会从山上会冒出来 惊人的大雨灌进医院 现在医院急需更多沙包 可不能再让大量的泥水又冲进医院 明星五任余晨远年胡崇恩 杨伯爵 基隆采访报道 MOD自由选 自选五十 自选二十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